嗨,大家好,我是潘妮,我也回来了 那介于疫情期间 很多企业和个人都有倒闭的现象 那么这一周呢,想跟大家聊一聊 加拿大税法里面第50段括号1 这里面的税法 那这一段的税法呢,有说到 如果你手上有已经倒闭的企业的股份 还有就是一些借贷 如果借贷方不能如数偿还 你借贷的数额的话 那这些情况呢,都是可以在你的税表上 来抵你的收入 因为这一些呢,都是你个人的亏损 在填写税表的时候呢 以倒闭企业的股份和 无法归还的一些债务呢 需要在3号税表上申报的 那么 之前购买股份的这个成本 数额呢,需要在 第三栏 第三树行的这个 购买成本的这一栏里面填写 那么如果 这个企业已经倒闭了的话 那么 这个股份就 没有任何市场价值了 所以 第二栏 一般我们 在这种情况下会是 填一个零 这样的话 你就会有一个 全额的亏损的状况 那 最后的这个亏损的数额呢 就会 在第五栏出现 那么 我们最后把它们 汇总起来 这样的话 就会 在你的税务状况上 会有很大的帮助 那么 我看见的呢 有一些 投资数额比较大的纳税人呢 在 今年 都可以拿到 高达 15万 的 这样的一个 税务上的反馈 所以还是比较 比较 有税务上的影响的 那么 和 股份 相似的呢 就是借贷 那么借贷呢 是在第五栏 那 相似的呢 我们 把 您之前 借贷出去的 份额 填在 第三栏 这样的话 如果第二栏 是零的话 我们可以 在您的税表上 计算出 全额的 这样一个亏损的状况 那么 和其他的一些 升值和亏损加在一起 我们可以算出全年的 这样一个盈利和亏损的总额 那如果您投资的是 营业额为50万以下的加拿大本土小企业呢 您就需要在报税软件上面 找到这个税表 allowable business investment loss 那么我们把这一种股份和其他股份分别看来的原因呢 是这种股份是可以抵任何一种收入类型的 而其他的股份亏损是只可以抵股份上面的升值的 那么相比之下呢 这一种股份在这一点上 相比其他股份 是有质的优势的 那么和三号税表相似的是呢 我们需要把股份的描述 以及购买时间和购买成本填在他们该有的位置上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可底收入的这样一个数额 那么这个数额呢 就会出现在您的总税表上 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 他有这样一个专属的位置给他 那么和其他可底收入的项目相加呢 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总额 那么这个总额呢 就可以抵您的当年的收入 那么这样的话 就可以减少您当年的税务负担 那么希望这一期的内容呢 可以帮到您今年的报税 那如果您觉得这一期的内容对您有帮助呢 就别忘了点赞分享和订阅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